欢迎来到Raspack,我们是来自马来西亚最具创新性的拉伸膜生产厂家,如今您不但可以达到最佳的成本节约,而且还可以让您的拉伸膊膜取得最优秀的包装效果。 在此向您推荐我们新一代的RAPTOR拉伸膜,节省开销成本,从选择正确的拉伸膜开始。 选择合适的拉伸膜必须考量的两个重要因素是负载的安全性和包装的实际成本,那么什么是负载的安全性,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负载的安全性是我们要确保产品以最佳状态到达目的地,它是受以下因素影响,负载保持力归因于保持力和拉伸膜存储器弹性类似于橡胶带返回其原始形状。 当我们包装尖脚及不均衡负载的耐穿刺性,撕裂强度,承受撕裂的能力。 保鲜,提供最佳的光学性能,无残留,不沾染灰尘,那么,为什么这如此重要? 如果能够保护您的负载,它减少了运输过程中损坏货物的成本,减少重复处理次数或不必要的分解,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健康及安全,减少腰酸和跳杂的风险。 当您的货物处于最佳状态交货,便能构建一个强大的品牌形象,环保通过最低资源,使用量,达到最佳性能的包装。 包装的实际成本是实现于使用最少量的母来呈现最佳包装的完整性。 客户不应只注重每卷采购价格,而主要应是了解包裹每个托盘的成本。 接下来,我们想以以下的案例研究向您展示我们的Raptor Super Steve的性能。 在这里,我们使用12微米Raptor Super Steve,包裹一个托盘,另一个则使用23微米的常规模。 现在,让我们使用相同的拉力测试两卷拉伸模。 正如你所看到的,即使转量相同,较到的Raptor Super Steve却有更好的表现,Raptor Super Steve还演示了以最小的厚度呈现出一个最佳的负载保持能力。 我们还可以从该试验中发现Raptor Super Steve具有最佳磨存储器,这意味着它拥有最佳负载安全性。 由于运输,车刹车和移动之时可能会导致拉伸膜扩展,因此这对于运输过程中保护托盘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想比较用于包裹各自托盘的膜的重量,使用相同的转述。 相较于Raptor Super Steve,普通的薄膜实际重量来的较重,这意味着Raptor Super Steve使用更少的膜量。 因此,你却能够包装比平常高出60%的托盘。 本案例研究证明了正确剂量和购买最优质拉伸膜的重要性,那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 我们能够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主要是透过优质的原料及投资最先进的机械于开发产品。 例如,自动多层模具,远程监控和诊断控制,重力系量系统,泡塔落筒机用于2和3指芯,自动厚度控制,内连修剪恢复。 我们首要的目标是用最少的量达到最好的效果,通过创新和先进的技术提供我们的客户真正的价值。 Raptor为您而设的新一代拉伸膜,所以您还犹豫什么呢? 今天就开始您的成本节约计划。